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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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113万多年储蓄通通输光了 连生活费输到一块都没有啊 所以他po出他的对账单 你看 尾成这样 你就知道他心情有多败了 对啊 他心情真的很不好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他的故事就是说 他从去年5月份开始操作股票 然后一开始买神奇股 天国一会 因为那时候都大涨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买两张 然后之后朋友怂恿他 因为一开始一定赚钱 他就把全部的钱押进去 所以他买在这里 对 他在5月份的时候开始买 去年5月吗 去年5月 去年5月份的部分在这里 对 他买在这里 对 买神奇 买天国一会 我跟你讲哦 对 拌是弃的哦 所以你不要看拌弃 拌弃也有人在了解 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买了天国一会 然后一开始只买两张 一定是赚钱 朋友就说 你如果要买这7个人 就全部押进去 他就全部押进去天国一会 结果之后涨到7 8月 当然天国一会就崩盘了 对 结果他就输了一半了 然后输一半之后 不敢玩 他到时候 他早上买其他的股票 其他的股票 对不对 你看一下 帮帮 对你看 之后就帮帮了 他买在这边 然后之后帮帮 后来 然后之后呢 已经输了一半了 然后之后呢 他又开始乱买 结果呢 买到也剩下 没多少钱 结果他今年 今年的时候 一开始去开融资户 想说 叫出多大 用融资的较快 对对对 结果融资下去之后 这两天 自己告白 毕业了 因为融资最早没有钱 所以就毕业了 所以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在操作上来讲 尽量不要去扩张信用 不要扩张信用 不要用融资 你真的看好 你就用现实去 没有用融资怎么充啊 就是不要 不要充成这样子 好了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个案 也是一个真实的个案 它是六亿节 我们来看一下六亿节 他说他台股产赔四千八百万 透费 有人问他说 你哪里还输四千八百万 那也要蹦有够多 这么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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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他就说我这样啦 我本金有六亿 亏这样很吐血 他说去年才刚加入股市 也是小白了 他是财力雄后的小白 想说来学学投资 想不到一亏亏了 四八一九一四四六 对 刚刚那些是 几乎都输光了 那他这个是赔了大概不到一成 对 这个是本金比较大 可是赔四千八百万 假如你投资三亿好了 因为你不可能全部都中压六亿 有可能你本金六亿 玩三亿好了 那你大概就赔了四六亿 那这种要不要减码 其实我觉得要减码 这个时候要减码 当你操作不对的时候 其实都要减码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持股 可是我觉得你只要不对了 其实五% 十%就要设停损 这样会比较好 好 我来问一下各位 这两天陆陆续续开始由 投资人或者是小白 接到融资追缴令 到底这个时候 我接到融资追缴令 我该怎么办 我要不要去补呢 每天都在挣扎这件事 这两天都在挣扎 所以认为要补的给我圈 认为不要补的给我擦 好 来 昌星认为不要补了 蔡总认为不要补 但是还是有三票认为要补 有没放中间 为什么 对 第一个 我觉得如果有一些 跌升优质好的一些个股 是被人家带下去的话 那个你要补 什么叫被人家带下去 都把是自己下去的 我跟各位讲 电子股的平均跌幅 不要看大型股 小型股的平均跌幅是36% 所以你在里面36% 难道都没有好的股票吗 所以你去看第一季 你去看四月份的营收 那如果整体被带下去 因为政府护盘不会护小型股 它会护大型股 对 所以逻辑上来讲的话 是这样 那有一些融资还在高档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融资的一个部分 好 我是提醒大家了 不要睡公园了 因为现在据说网络疯传这张 避难设施配置图 这个避难设施配置图就是呢 如果你输得很惨了 你不敢回去睡睡睡 他说自己找地方去 不要乱坐 指向缺货 而且还告诉你说 如果你需要指向的话 请你私讯我 这有配置图 你的位置在哪里 哪些地方可以睡 不要啦 输再多也是要回家 而且我跟尊姐讲 阿冠讲 我觉得能做这样的梗图 表示他还在呼吸 所以至少他还有心情 可以做梗图 那回头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小白有多惨了吧 最近散户真的惨 而且这个是做融资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融资水位 好 我们第一个 融资当然不是说不好 融资水能载舟也能复舟 但是最难测的 我一直在讲 有一个所谓的难测理论 叫做拐点 你怎么知道融资 什么时候会管下去 所以现在洗完了没有 我觉得电子骨真的是洗完了 对 那原则上多撒多的拐点来临之前 我建议呼吁 所有电视机前面 不管你是去年操作还是什么 你就记得一个叫插协同理论 插协同理论的意思就是 所谓人多的地方 你要谨慎 真的要谨慎 但是世界上还是有一些 聪明的融资案例 我举这样的一个说明给各位听 第一个部分的话 所有持有航运股跟钢铁股的一些大户 他也是在做融资操作 那他们心中是怎么想呢 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 券商 本土的券商不是把洋民的目标价调到140吗 然后把长龙的目标价调到130吗 好 那我在节目上面我就在讲 如果你用国具11.6倍当年的1310的本益笔来估洋民的话 你最多可以有机会看到130 好 所以大户心里面就是在想 好 有一个叫做130的目标价 好 那有一个本土券商写到了140 但是事实上是代表说 他我是要卖在130 140不是 我知道很厉害的大户其实过了100 他就准备进入警戒区 也就是说当你从这个两位数变成三位数的股价的时候 我随时开始停看厅 好 那这个时候就出 可是100的本益笔才5倍啊 对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 我不是只有一次在讲 我说股票如果原物料股 如果你看本益笔的话 就会有类似像最近的这样的案例 好 那你去看 我们举一个聪明融资的案例 5月11号的时候 洋民的高点是在105.5 对不对 你对下来的时候那一天融资 那一天的投信是还在买 可是你去对那个融资 融资是在减的 从你的融资 对 股价还在创高 投信还在买 可是当天他不知道投信嘛 但是他已经开始在卖 因为他觉得有点不太对 那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投信 融资是搭投信的轿 因为投资 其实投信它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团体 因为它会有一个恐怖平衡的问题 而且它移动非常困难 所以有一些融资就搭投信的轿 在你还没有卖出第一笔之前 我就搭你的轿 但是等到我卖了以后 你开始卖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一定跑得比你快 好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案例 你就会出现融资已经跑了 投信还在买 结果投信在隔一天才开始卖 那像类似这样的案例 融资比投信早一天出厂了 还有谁 各位你去看长龙 长龙也是高点 投信还在买 但是融资已经在卖 之后投信开始卖的时候 股价开始跌 因为他就是要去卡投信的油 他知道投信一卖就是一个方向的卖 所以他要在投信卖之前先卖 那你再去看台波 高点投信买 融资先走 中钢高点投信买 融资先走 所以这些案例都可以告诉各位 你做融资的人 你一定永远不要去卡到鱼尾巴的最后一根 你一定要有一点让利的心态来保护自己 但现在另外有一个更有趣的 更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 各位有没有发现 融资 我刚刚不是在讲融资吗 你去看五月十一号 长龙是减了一万八的融资 阳明减了一万一 中钢减了一万五 那一天的股价还在创高 如果我算他们的均价跟金额的话 合计起来 这三个股票的融资 总共减了三十五亿的融资 可是那天投信都在买这三档股票 好 你去看隔一天之后 叫做五月十二 居然融资在大盘跌 一千四百七十一点的时候 他跑去买七千八百张的友达 跑去买一万四的群创 跑去买两万张的彩金 你怎么会在外资调降面板平等 而且那天还大跌一千四百七十一点的时候 你在那天你敢去买友达 敢去买面板 这件事情很奇怪对不对 因为那天投信还在卖 但是他买了多少 因为他看盘的关系 他可能分批买 他只买了八点九亿 这边出了传产股的三十五亿 这边开始去补将近九亿的面板股 好 回过头去 他们在想什么 什么叫聪明的融资 第一个 阳明来到高点的时候 股价净值比叫做九点三倍 然后对照第一季的EPS 股价去除以EPS 算出来一个暂时的本益比叫十四倍 好 你现在去跟这些小白讲 这个股票未来有什么前景 他根本不管你 我看不到的东西都不算 我只管第一季有没有获利 现在的价钱跟第一季之间 到底比贵还是便宜 你跟我讲有后事那是以后的事 很多人现在的操作是这样 好 你再去看中刚 高点对价的本益比是2.27倍 股价净值比2.27倍 然后换算出来的暂时的EPS是80倍 因为他第一季只有赚0.58 0.58也不错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这个逻辑跟这个逻辑 他为什么敢在卖了传产股 卖了钢铁股之后 他跑去买面板 因为友达跌到那个1471点的那一天 他的均价是22.59 你对下来的PBR 就是股价净值比是1.17倍 1.17倍有没有比2.27少 有吗 有没有比这个9.3少 有 好 对下来的第一季的获利是1.25 股价去除以EPS的话是暂时性的18倍 18倍有没有比80倍少 有 18倍有没有比14倍少 没有 但是借贷中间 所以换言之他卖了这个 他去买一个已经看到 而且被低估的东西 这个就是聪明融资现在的做法 那聪明融资现在做法 五毒有偶的和外资今天做法一样 我们再一次来看 刚刚赵立带我们看的外资买卖超 我们来看外资在今天买什么呢 就买友达和群创 所以要问各位 这个时候面板真的买点浮现了吗 可以买面板吗 请举牌 我们想做聪明投资人 所以可不可以买 我们来看有 一票 两票 三票 四票 五票 六票 六票给圈 所以现在可以买面板 那现在要不要卖船产买电子 要不要做持股的转换呢 认为现在应该要卖船产买电子的也给我圈 请举牌 现在要不要卖船产买电子 好 我们来看 只有一票给圈 其他不是差 就是放中间 赵丽为什么认为要卖船产给电子 我觉得大部分来讲 因为这一波的船产股 其实涨幅真的非常大 那经过这两天的沙盘之后 其实整个船产股大部分 筹码都会乱掉 那因为今天还有很多 但只有你一票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觉得 其他的船产股还是可以买 所以我们明天就会知道 到底是少数人获胜 还是多数人获胜 谢谢大家